大家好,我是阿天 11月13號的台灣時間12點到下午3點中的這個更新呢 哇,非常重要 除了修復BUG之外呢 欸,這邊還有一個補償喔 哇,補償的東西這個可多了 首先是寶石6000顆 6000顆代表你可以抽33抽 2000顆是11抽 這個非常推薦抽限定抽 不論你是要抽那個機騎士又或者是狼書 再來呢,防蕩機逃脫迷宮的這個鉤子也是非常重要 然後是公會點數1800 湊夠8000可以換一個傳說 還有月卡30天 那這個冒險者旅見呢 他並不是每天會給你東西 他就是讓你什麼經驗值增加 然後多個火種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後來是這個東西 他送你這個30天並不是每天可以多領綠寶石 而是讓你玩遊戲可以玩得比較順一點 但這個僅限對前中期的玩家啦 那像我的話呢 上一次我忍不住去抽季騎士嘛 所以呢,我這邊已經湊夠33抽了 那這一次有6000的話呢 我就會全部抽下去 然後為了換這個劍喔 因為這一把劍的話呢 他可以三段攻擊 然後看目前評價也是最強的單手武器 那可以看到影片後 這是我打那個怪鳥 然後呢,我打怪鳥的時候啊 我發現我的主角拿單手劍啊 傷害都非常的好 那大家也知道嘛 我有抽到這個胡子哥也就是胡矮了 而且我還抽兩隻有克級 那他就是一個穩穩的戰士 然後呢,他的特性是拿雙手武器命中率會增加 所以說呢,我一直給他裝備 像是雙手斧 又或是站在後排使用槍 可是打出來的傷害 就真的沒有單手劍兩下來的強 而且單手劍兩下啊 還比較容易觸發會心一擊喔 那另外這一個公平協力者的戰士 他因為我要用來抽前後是中立嘛 所以我讓他站在前排 然後呢,圖法師站在後排 這一個圖法師是中立的 那他站在前排呢 我就給他裝備單手武器 順便裝備盾這樣子比較安全一點 結果呢,單手武器打兩下 他的傷害力呢 也比站在後面拿槍的這個傳說火矮人來的強喔 所以我真的覺得單手劍蠻強的 然後再來就是有關於心器喔 不知道是不是心器有很多這種 什麼單手武器熟練啊 那這裡的話呢,有很多格 如果說都點下去的話呢 主角的這個單手武器的威力是不是就更猛了 所以呢,雖然我現在我在練魔法師 但是我還是覺得主角當近戰蠻不錯的 尤其是當他學會了魔法師跟生女的技能 然後在當坦克戰的前面的時候呢 欸,他可以解狀態可以上debuff 然後又坦攻擊力又強 真的是一隻萬能的角色 我算了一下補償6000 再加上每個任務加一加的話呢 明天更新我應該可以抽到1萬綠寶石 1萬綠寶石的話呢就是55抽 再加上我的33抽就只剩12抽了 所以呢,我應該會刻個半單喔 好,那但是不要忘記交換時間喔 這一個放浪的激情室跟這個狼書就只剩不到一天了 那我現在錄影片的時間是凌晨1點鐘 到下午3點也就是15點更新完之後 就剩不到7個小時了 所以呢,這邊千萬不要忘記換啦 主要就是拼這一把劍了 用課金寶石又抽到限定角這個機騎士的話呢 他就會附特點 也就是呢,三種裝備的其中一種 劍、青鎧或是種鎧 最好的當然是劍啦,大概1 3的機會喔 那可是呢,我用的是無刻的綠寶石 所以說呢,先買先買先買 當然是花2000買啦 因為他多送你一抽嘛 好,再來就靜等下午更新吧 對嘛,官方就是要送出一些福利 這樣子大家才會想課金啊 而且更多的玩家是 可能卡好幾天不能上線喔 我還忘記講 11月12號我終於收到官方的回信 因為我之前不是說我戰鬥卡死嗎 那個官網填寫的時間是11月3號 所以整整9天 那官方回覆我的內容也很自私 然後 什麼繼承ID啦 然後重新下載啦 輕快取啦 所以呢,不知道怎麼自救的 歡迎看我的影片喔 順便打個廣告 然後呢,LINE群也有人可以詢問喔 OK,影片的最後 我們就把這個11抽抽完 等到下午更新之後呢 我再繼續抽到100抽喔 來,10抽囉 給我個草啊 啊,沒有草啊 沒關係,有名字就好 不用草也沒關係啊 愛麗絲可以啊 而且愛麗絲你吃的話呢 她好像可以讓回合數加1耶 欸,這個我要確定一下 吃一隻行不行啊 因為愛麗絲的這個技能 非常非常強悍 我記得是Buff跟Debuff 持續時間都加1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她給我的土法制吃也很有用喔 對嘛 沒有正知正確 這個,讚 對喔,這個也不錯 喔 我說讚馬上就來 抱歉 真的讚 真的讚 甚至我覺得主角吃也沒關係 因為主角的話最萬能嘛 她所有法術都會啊 你看有沒有這個 強化弱體的那個持續回合數加1 我覺得這遊戲的Buff跟Debuff蠻強悍的 像我在打那個怪鳥啊 我給怪鳥上的那個速度低下之後呢 哇,她行動次數就少很多 更不用說那個加防禦的 幾乎Boss戰我都會加防禦喔 所以呢,這個是吃一隻就可以加1回合嗎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我會考慮讓我的主角吃一隻喔 這樣子我的主角的這個Buff、Debuff 就全部都加1回合了 這個乾脆就直接吃給大家看了 但是呢,小心喔 不要選到這個等級高的喔 來,影片不要那麼水 我們就吃給大家看 然後測試一下喔 阿古拉的祝福 點一個等級1 主角吃下去 我也信叫了 再確認一下是等級1的 阿古拉 好,學會了 學到1就夠了 1就夠了 我們來試一下喔 因為一般來講這個Buff、Debuff啊 都是3回合 欸,這邊怎麼一個老頭 我現在是那個已經完全通關的這個劇情喔 先來看一下喔 我的Buff是不是變4回合了呢 欸,變4回合了 沒有錯喔 再來我要測試 Debuff是不是4回合呢 哎呦,4回合喔 再來如果是物理攻擊的Debuff呢 像我很愛用這個降防的 阿完蛋把他打死了 等級1的 欸 也是4回合 謝謝各位 完美 跟我想的一樣 OK,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剛剛我是買10抽送一抽吧 那我們最後面就把這一抽抽掉啦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點讚、訂閱、分享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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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